要打进攻节奏的 那觉得把炸弹人这个英雄绊掉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就主要是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往中路一摆 其实在没有卡尔玛的情况下 你一个想去打进攻 想去野剧也好 边线也好 去打进攻的队伍 满难施展开的 毕竟你中线压不过去 是 想了半天 没有想到是 Showtime作为蓝色方 绊掉了炸弹人 他一楼要抢什么呢 这局是不是更大的几率 是Showtime在中路 摆了一手杰斯之后 OMD依旧是让二马 拿出色体 奥拉夫 或者说拿出这种 卢仙加上上一局 照信的一套组合 我觉得像OMG的话 应该也会有 更多的一个解题方案 都能拿吧 那ST这边的话 是按掉阴眼的螳螂之后 OMG选择按掉莉莉雅 ST一抢剑魔 这把剑魔 包括青岗影 卡尔玛 杰斯都开在外面 那现在OMG 杰斯加卡尔玛 这种常规的 顿顿流组合 给OMG开出来了 先拿卡尔玛 没什么问题 这卡尔玛 杰斯可以一起 然后三楼如果 收摊不拿的话 可以掏个肾 这毕竟像 卡尔玛加肾 这套阵容来讲 你中路搭个卢仙 是不是多多少少 差点意思 就找个卢仙 他不是那种 真的能够打到后期 去特别特别 carry的那种 设施选择 来了 无论是应援 还是二马 杰的熟练度 掌握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感觉这一手 杰的话 其实他更多的 像是一个一抢代半 因为自己这边 有卡尔玛的情况下 如果让对方拿到杰 去出道巨车阵牙的话 其实卡尔玛的功能性 会大打折扣 所以先把杰给拿了下来 但依旧 ST这边是有杰斯的选择 我觉得Shotime要维鲁斯了 我觉得现在即使 现在我觉得维鲁斯好一点 因为至少右边这套阵 要进场的话 是需要控制的 还是选择拉克斯 更加暴力 就是你现在中度得摆出来 再加一个拉克斯 或者维鲁斯 对 感觉如果是要去补AP伤害的话 拉克斯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维鲁斯的优势就在于 他跟杰斯两个人 可以出两个巨车阵 那OMG这里最后一手 感觉打野位 或者说上单可以出一手 其实这把剑机还在 剑机还开在外面 而且之前OMG 其实在面对上OC的BO5里面 在OC几场拿到剑膜的情况下 OMG是应言掏出过剑机 去应对剑膜 并且效果不错的 是剑机打野 OMG 一则瑞尔来了 新EZ 一则瑞尔加上卡尔玛 无论是端游还是手游 都是非常经典的下路组合 他出现 AR出现在我们的屏幕当中 感觉一出现 就成为了光的影子 公子哥们 确确实实 数他衣服多 但其实这左边 拉克斯衣服也不少 是的 下路是两个衣柜的对拼 其实在 在游戏《纠线联盟》 这个背景故事当中 伊则瑞尔和拉克斯是有故事的 伊则瑞尔是拉克斯的追求者 M者 但是呢 还有一个三角链的关系 就是我们最近新版本 4.0当中出的这个谁 左翼 目光星灵 对吧 是的 就细心的朋友们 可能其实在后面 去玩左翼的时候 可以从他的语音里面听到 其实是会有 跟伊则瑞尔 然后包括拉克斯的语音互动的 是的 这个诋毁拉克斯 然后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对 好的 回到我们比赛当中 前聊了一下 这OMG选择半掉辅助泰坦 不给左边打墙开 现在感觉泰坦半掉之后 感觉更多的要提防洛 上一局其实家伟的洛开的挺不错的 而且洛本身 他这种多段进场 对于伊则瑞尔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对吧 一个锁头 然后一个多段进场 全给你按掉之后 SG这边感觉开团的选择 真的不多了 这一把辅助 在上面的 9桶泰坦落拳半掉 OMG选择把青钢瓶给拿下来 青钢瓶 那讲道理 现在看到这个英雄 有点想说糟糕 有点虚 因为这两局下来 不能发现青钢瓶的单点 强开机制确实是有 但对面防守 一旦做得成功 有双招的情况下 你很难打出作用 是的 而且这一把的话 杰斯呀 他毕竟有一个雷霆一击 能够把青钢瓶拍走 杰斯牛芒僧这种单点 我可以把你人直接拍走 然后9桶的话 是AOE直接给你送出去 SG这边的话 辅助没有办法了 确实开在外面的不多了 拿加里奥 青钢瓶加里奥了 青钢瓶被对OMC选了 选个猴子不错 但我觉得选个奥拉夫 是不是更好呀 来了 我们自己拿奥拉夫 我感觉左边上这种 涛奥拉夫好暴力 有剑膜 然后有拉克斯 可能担心的就是这个剑膜的摆位 位置可能不太对 就是如果你涛奥拉夫的话 剑膜得去上路打青钢瓶 但我讲道理 我觉得剑膜打青钢瓶没什么 看手法 主要这个对线就看手法 我明白了 他担心的问题在哪 你知道吗 他担心的问题就被强人所难 这个大招 挂住之后不好跑 挂住之后 那边还有一个奥拉夫 加个打野 一下子给这个剑膜秒了 但讲道理 感觉剑膜这个英雄很难被秒 感觉出了个石洋鬼板甲 是吧 一剑套 回家第二剑 直接摸个石洋鬼板甲 做个什么 铁板靴 甚至是做个水银鞋 我感觉都一套秒不掉的 但主要是要看对方 有没有简直聊 但是青钢瓶也好 奥拉夫也好 这两个英雄打剑膜的时候 都是可以先垫一个小凡甲 或者说你再暴力一点 直接掏绝境制裁去打的 相对来说猴子 毕竟他自己有一个真假猴王 而且塔下的话 有两段大招的情况下 我是不太怕 你青钢瓶跟奥拉夫两个人 直接过来约我 就我个人打上单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做绝境的制裁 但是绝境制裁 但是其实能看到大部分的上单 通常会选择不仅是不假原因 还是在重伤效果来讲 小凡甲经济背心 小凡甲还是效果更好的 重伤效果 对 而且后续合成也更加平滑 因为你小凡甲 你升级成大凡甲 它高低是一件肉装 对吧 但是绝境制裁 其实在手游里面 它只能去升级反性的提醒 而不像端游 其实有专门适用于战士的这种 减治疗的装备 朋克练精练剧剑 所以说 确实感觉上单战士 去出那种穿甲装的 减治疗装备 收益不高 确实 而且这局 截带了一个电型 这局截带电型 感觉是想 想杀人的 想杀人 前中期要出到节奏 然后给阴言发育 而且 这时候他们两个人 又想在一级搞节奏 搞事情 排了一波视野 现在剑魔对方 F4开 确实剑魔这个英雄 一级打F4速度还挺快的 不过被看见了 WRT版0711 上来之后 再进你的buff 看一眼 要直接反到底 那看一下奥拉夫 怎么去做应对吧 打完篮之后 直接进对方的野区 那两边打野 直接互换野区之后 这样子压力 给到上半去了 其实青钢瘾 现在压力 就头貌冷汗 是的 而且 show time 这个猴子 只能说四五楼摇摆 虽然说是摇摆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文章了 摇到上路位去 而且我们要讲的 一个问题就是在奥拉夫本身 这个英雄其实从篮开 他可以快的六足也刷 再去刷这个 核道线 上去拉个斯 总共造成27147的伤害 但为什么感觉打着不痛不痒 这把的话 再看看 这上一把我感觉不痛不痒 的原因就是 这个伤害都打到对方前排身上 打到了心悦护卫上 感觉打武器还稍微有点痛 但是这个 赵姓是真是不吃一点伤 剑魔来了 是一个三级 后面还可是一个 下半局是3v3 应言直接砍剑魔 但两边打野这一波的作战能力 明显是应言更强 是 但不得不说 刚才helper的血量太残了 不然的话 这个无论是下路的迅尼蟹也好 还是下路的人头也罢 都是蓝色方吃香一点 但单论这个打野的操作实力来讲 奥拉夫很明显是剑余剑魔的三级 上路现在猴子打青钢瘾 感觉摇上来最重要的点 就是猴子 他毕竟作为一个有回复能力的英雄 打青钢瘾这种 其实没有特别想回复 两双和线 给了波惩戒 不给音言回血机会 但是这个位置看一下怎么说 哦 这个电视镜伤害 反而是把猴子换的线残了 但是这一波的话 是猴子用状态去换掉了奥拉夫的闪现 感觉这一波音言还是求本的 因为杰斯跟猴子两兄弟过来的话 实话讲不转 留不住人其实 对 而且猴子这一波 拿点火和血量换伤害之后 他虽然说是换了奥拉夫的闪现 但青钢瘾家 奥拉夫这要组合的不讲理 先移到 推到你的塔下 是吧 给了一个点火真实伤害 有一个视野效果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假猴真猴也罢 你奥拉夫有闪没闪也罢 都是能杀掉这个猴子的 而且你这个时间点两分半钟左右 去把这个闪现打出来的话 下一波自行团奥拉夫闪现也赚好了嘛 是而且我最近在解说一个平台赛的时候 也能发现现在这个版本 如果说没有好的话 和像AD位超一则 输出还蛮高的 你虽然这个英雄就属于那种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输出没那么高 但是一旦技能命中率提高之后 这个英雄的输出还是蛮爆炸的 是 很难理解你知道吗 他是感觉 我我认为他是那种太居合的一波打野来了 直接敲走两个人 但是跟闪现上来之后 引然伤害不够 但是影子过来补了一发平A之后是够了 下路也打起来 这剑膜开了大招没有兵线了 要等一波 这两一波炮扯平感觉是有机会跃的 看优瑞 敲不起来的话那就留不住了 而且优瑞本身也是作为传统AD射手 出到我们WRL的比赛当中的 之前在打中海洋竞赛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一波采访是什么 国外的ZUNA是吧 然后比较就是在国外是称为我们国内小优瑞 可以 这波的话就属于 你收掉一个卡尔玛之后 感觉剑膜这个大招确实 Ether 3技能一跳 剑膜直接开打拔剑四骨 心茫然 傻眼 然后没有虚弱你知道吧 有虚弱我觉得打Ether这种 就像狗头的枯萎一样 他这种传统AD 你跳走了我给你挂减速 照样跑不开嘛 是的没错 中路啊 想动杰 但杰这边影子换回去之后 二马直接开秀的 身上没大招 广告很难走 给到减速之后 剑膜给了3技能 再接一发平衡带走 没打没闪 确实没办法了 虽然说这个影子换回来挺帅吧 但是离防御塔远离的方向 上路直接挂火 要硬打有勾锁 大招直接躲进 杀掉了 单杀了 Mass Power 在这一局选择到猴子之后 单杀了Closer 而且这样的话 至少在单线和打野的 这个英雄池上 Show Time再次露出了 自己的一手猴子摇摆 这关的话确实 没办法 然后这还是猴子的这个英雄 他在线上的换血能力太强了 我只要把你的血量磨下去之后 倒斩下线挂影燃 青岗影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所以说打猴子 建议大家第一件 直接去选择做那个积极背心 就什么装备都不要去想 就积极背心先做 不然打猴子 你线上换着换着就很难受 两边第一波的资源 两边是选择互换 应该是把先锋给拿了下来 剑膜的话是在另外一边 把小龙给拿到 我觉得OMG拿 狭舞先锋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套组合 像奥拉夫加杰 其实等杰的后级成长性 是会更强一些的 包括自己家这边还有一则嘛 一则瑞尔 前面收泰姆是 三杠一领先了一条水龙 单从经济上讲 是领先了700块 这局的一家选手 是给到了OMG的二码 对经济差370 分军经济806 那现在其实 在ST领先 经济 然后包括小龙的情况下 就看OMG这个先锋怎么去放 大招 帝国指令一做出来之后 引爆的魔法伤还挺高的 高的 下午直接撞拿医学塔 而且 这一把的话 它不比其他的法盒呀 你高低是个传统AD 吃到了医学塔的杜层钱 法盒可能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你卢登和卢登多一个小法叔 意义不大 但我感觉就是你蓝切和蓝尖没成型 这效果他差的太多了 摩切吧 这上路感觉 Closer有点难兑现了 换血换不过 没 主要还是在于这个版本的猴子增强 是吧 它的持续作战能力有一个大幅度增强 第二就是它的换血能力 它反而是要比青鲍影更生一筹 就还是不灭之卧的那个改版 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定海神针的回复 然后以及是神分的回复 这是三重吸血 DZ来了 这个位置要给大招 大在嘲讽到一个人之后 S1897先到 优伟在塔下的我感觉也不太好跑了 开了个屏障之后 谁在扛塔 这个位置小猪在扛 有加速 看到奥拉夫之后 想都不想 不给对面反攻的机会 但一言这个位置有说法吗 暴追 就是给对面逼迫进攻的角度 即使硬扛了两下防御塔 也不想让加威回家 就是你 收了我队友对吧 我过来 不让你回程怎么了 结大招给到之后 加威塔下有精神 被套得虚弱之后 杰斯闪现上来 全杀最后一撕去 奥拉夫也是把自己的大招开出来之后 杰斯这边应该也是把光盾给开了出来 二麻止血了 现在Helper身上是有个大的 再次露到视野之后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说法 奥拉夫这个位置 哎呦 光之束缚 差一点命中 有点短了 刚刚又要开 开到了 回来 三技能已经交过了 而且S1897这里 我数联给到之后 幸好是有鼓舞的加速 小猪心想真想 回家一波又有钱拿 这样两轮打下来的话 现在建模呀 401 虽然说奥拉夫这边一个人头没拿 但是刷的多 两边打野的话 目前来说是只差了个几十块钱 这个奥拉夫拿了一个医血塔 还有平分了两层肚层钱 但是单从刷野速率上讲 可能奥拉夫更胜一手 不然的话光一个医血塔的精力 好像很难跟4-0-1的剑末同一水平线 对 奥拉夫来了 又在打 但是感觉 打不过 甚至要被反杀了 一眼交闪 S1897现在 努力的凶了一波之后 发现打到一个假猴身上 这也就是我觉得猴子打上单最气的一点 换血换不过 逃跑也跑不过人家 而且这个猴子假猴还能穿墙位移 这个英雄 我觉得上单比打野更无赖 对吧的话 杰斯其实他在单线上的话 刚刚是应该他是点了一个无效化法球 而不是光盾 然后把来应对杰 其实那一套爆发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增强一下自己的存活率 是的 这破剑者杰斯 其实单线这局只有杰能 只有杰能带一带 不然的话你2-2 这个轻感应感觉作用 确实没有这个杰 加上奥拉夫作用大 甚至这个轻感应感觉 前中期有点没生意 这轻感应现在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发育的 奥先锋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ST目前明显的打团更厉害一些 一炮打到 Yuri跟应岩 然后再来一个中级闪光 被走位给扭掉之后 杰是被赶开了 来了 要直接RAR这个侠虎先锋了 612M没逞了 但懒方拿到了这个侠虎先锋之后 看一下杰的位置 在后排找到了一个猴 猴是交了金身之后 再看这一波closer进场 对我同学盖了一手 加了正义登场 再晚下一落 建模这个位置很差 再晚前打的话 可能要无攻而返了 两边都拉开了 没有爆发人头 但是先锋的话 虽然说猴子一开始 不对 这边是建模先交成了 但是是由杰斯拿了下来 我觉得杰斯拿下来也很对 自己做了个破剑者 而且是来到了一个2 2先锋了嘛 也不需要给猴子去经济了 因为估计要给剑魔区提经济了 因为你装单纵网 一座防御塔的钱还是比较少 那OMG重振旗鼓 补完状态和装备之后 两边再次集结于小龙附近 但是杰斯的话 上路是推完线之后 有超级回程 先锋能够赶到龙坑的 青岗影过不来 这波要拉扯的 是正面团战 目前是一个stats 但看杰斯赶过来的这个速度 这波感觉要开了 两边得拉扯一下 伊隋瑞尔的话 这一波是有磨切的 中路放先锋给你装塔压力 伊隋瑞尔还把冰拳给摸了出来 两斤套了 两边的中路呢 在破剑者额黑接以后 仰开 坐上去坐到杰斯之后被敲走 Max Power手上是有大招的 没有急着放 伊隋瑞尔在目前的这波团 已经打出了1400的伤害 剑魔大面也开出来 两边再度拉开之后 感觉下一波团案 小猪得等自己的大招呀 小猪这个大招不太好等 但中级闪光依旧是暴到了优瑞 优瑞 优瑞血量好残 在有巨蛇之牙的杰斯面前 其实慢慢打Poke 反而是收泰姆更容易赢下团战的关键 优瑞吃了一口果子又回来了 就剑魔是需要残血来 来去打持续作战 来打收割的 这波很大招要开团了 开四个大招 偷玩之勇再拉一手 拉四个 偷玩之勇一堆人又一拉完之后 这时候命中了 这个伊泽被迫交了奥树 一千往后拉 小龙再度被拉脱 但是没有完全拉掉 再一次命中伊泽瑞尔被秒掉了 看一下这个小龙是谁的 几日底血 剑魔拿到了几下山脉亚老 猴子这一波也立功了 大了四个之后 配合着剑魔拿到了double kill 剑魔这里还能再追吗 敲起来之后 close回头打一个加速 但是被恶火数点 拉到但是回头 配合上结实收掉了剑魔的人头 只能说 有点可惜 有点贪心 不然的话上头了 我感觉这个 上单的金刚应该是大招也刚好 看一下这波缓吧 就第一时间超凡之勇 是不是拉到四个人 但是这拉格斯确实他这一波远距离把 拉到四个人 又是一击巨蛇之牙 掉来了自己的保镖之后 这个上路的一塔 那应该掉了 现在对于OMG来说 ST手握两条小龙的优势 而且有2000块的经济优势 来到听牌龙了 现在土水刷龙之后 第三条刷新的火龙 将会成为showtime 和OMG大决战的先手关键 而且OMG虽然说是拿到了一先锋 但是这个吃到一血塔经济的伊兹瑞 目前是零杠三 然后差了拉格斯 1000块 1000块将近 野区 奥拉夫大招又被打出来之后 若果数联给到 但是没能拽回来 但如果说你这样单平的 去推线的情况下 感觉这几个人不太行 只能给对面勾引到什么 野区打架 但现在OMG有更多的机会 哎 应来了 影子交了 影子交了之后 二马现在还有一个 顺利影杀阵赛三标 有虚弱打不过呀 这个虚弱立天钩 感觉不然的话 那个三标三挖巨顶 神仙难救 就主要是现在 边线上的杰斯打杰 就是属于杰斯不讲武德 对吧 我掏破剑者 再出不假鞋 我还能带虚弱 是的 就这三个东西 杰看到任何一个 我都头大 甚至我觉得杰 杰是跟这个不假鞋 就完全不搭尬的 他甚至是我认为 他可能就是水银鞋 顶多水银鞋 对 面对控制特别多的 甚至说他也没有办法 去出破剑者 来了 这波直接选择强 大招没中 而且奥拉夫闪夜交车 往后座 直接砍到高地上 奥拉夫直接被蒸发 S1897精神起身之后 也要被收掉 优瑞只能目送着自己的队友 被斩于马卡纳 二塔也能拿下来之后 S1回头能够直接动大龙 104滴血 这上路的二塔应该是拆不太掉 但是这个杰来了 逼了一个精神之后 再找Helper 奥数越迁 给一技能 伤害不够呀 秘书射击在接 现在就看 优瑞这一波能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了 在欺骗视野 大招马上转好 克罗兽在旁边找机会进场 大招先刮 先刮状态 想操作这一波 所有人被打盘了之后 优瑞在找输出角度 二马还没有急着下来 加利要给大招稍微保一下 队友叫克罗兽先退场 剑魔拿到了大龙 之后 杰这边也倒了 优瑞只能骄傲数越迁 先往后拉 那整体打下来 收胎姆虽然说 收胎姆是没有掉点的 反正把二马给换掉点了 对 克罗兽这一波进场 是把自己的双招给打了出来 青钢引的双招 再加上二马的人头 这一波的话 ST拿到大龙之后 从存活的三人手中 还是赚回来不少东西的 二马很努力了 他过来想A这个大龙 但发现A了一下 那个大龙的斩杀血量之后 却发现好像不太行 现在杰斯可以和奥拉夫 摆摆手腕了吗 现在杰斯确实 确实可以 他装备好呀 领先了2000块 但我觉得奥拉夫 有机会操作带红buff的话 但是有一个大龙buff在 我觉得现在这个奥拉夫也没办法尝试 中路主要坐这一个家聊 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一打一的事 而且我们去上一波的话 感觉就是伊瑞尔跟这个青钢引把所有人打残之后 但没有办法 你经济差太多的情况下 装备不够少伤害 过来想找Helper 想先打个精神的自己 被定在原地之后影子回去被剑魔给一刀劈死了 主要还是在于这一波Helper精神美好 三路高地 又是大龙兵线的三路高地 那这样的话就看这一波Poke了 是一个大刺 多了应该 汤知悦想骗要拉夫大招 剑魔直接进场 16001300 最后还是让我们恭喜 Showtime再次扳回一筹 目前Showtime对手OMG2比2挺 可以两边现在四把就突出一个 你来我往你来我回 是的 这一局的比赛 感觉还是开放之后好呀 开放之后Showtime开心了 主要这一把剑魔